它是美军研制的新型炮弹 自带冲压发动机 炮口出速高达1.2马赫 堪称炮弹中的战斗机 再配备全面升级的M1229自行火炮 美军炮兵将拥有150公里的超远射程 火力覆盖面积将暴增至原来的8倍 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将传统火炮推上了一个新境界 今天大兵就来和各位聊一聊 美军的XM1155炮弹和M1229自行火炮 即便是在这个导弹无人机和激光武器的时代 火炮依然是步兵和其他地面部队火力支援的基石 但传统炮弹的射程一般只能在10到30公里左右 就算是使用火箭增程型炮弹 射程也才达到40到70公里 再想往上提一提就变得非常困难 为了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 美军便计划去研发新型炮弹 也就是XM1155 ERAP计划 该计划旨在为陆军提供综合火炮技术解决方案 以最大限度提升火炮性能 使得美国陆军在近地对等环境中作战 于是美军便想出了直接给炮弹更换新动力的方法 将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装备在炮弹上 使其射程大幅增加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冲压发动机呢 其原因是 该发动机结构简单 没有运动部件 并且还不需要自己携带氧化剂 具备重量轻 效率高等诸多优点 并且它的工作时间也比火箭发动机长得多 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新型发动机 再加上这款炮弹上 也不是普通的冲压发动机 而是复合发动机 毕竟传统的冲压发动机 炮弹设计 只能使用火箭助推器 或者大型常规推进装药 来使得初始速度达到要求 所以炮弹小型化很难做到 但是复合冲压发动机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窘境 它可以持续超音速飞行 加上发动机吸气减少前部阻力 使得炮弹射程得以大幅扩展 该炮弹在飞离炮口 并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空气将进入炮弹内的燃烧室 与固体燃料混合燃烧 然后从炮弹后部排出 从而持续推进炮弹飞行 新型炮弹的出速 可以达到1513公里每小时以上 而冲压喷气发动机 则能够将其最大速度 提升至马赫数 当然 这款发动机 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 那就是启动困难 它的燃烧室内 不容易稳定燃烧 需要至少1.2马赫以上的超音速 来压缩空气 才能够达到效果 因此该发动机 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启动 至少需要提前加速到一定速度 才能使用 不过这一点 对于高速飞行的炮弹 则恰好具备所有条件 当然了 该炮弹也不是仅仅只有冲压发动机 研究人员还对其外形不断优化 为其增加了翼片和翼片 提高炮弹的空气动力性能 增加生力减小阻力 使炮弹飞行时间更长 射程更远 而冲压发动机带来的射程扩展 是最明显的 同时该炮弹也可以将炸药替换成传感器或者电子干扰设备 来打击特定目标 不过其实冲压喷气式炮弹这个概念并不是美国发明的 最早在2004年南非丹尼尔公司就推出了一款155毫米冲压火箭助推炮弹 据称射程可以达到88公里 到了2016年 韩国彭山公司也展示了自家的冲压火箭助推炮弹 射程可以达到80公里 美军这款炮弹也不是自己独立研制的 而是采用招标方式 雷神 波音 南莫等公司都被选中参与了第一阶段的角逐 这里咱们就以雷神公司的研发产品举例 该炮弹是雷神公司与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一起合作研制的 其中荷兰公司负责冲压发动机的设计 而雷神公司负责系统整合 将发动机与炮弹制导系统战斗部和其他部件整合在一起 同时该炮弹还充分吸收了雷神公司在研发制导炮弹上的丰富经验 尤其是M982神剑精确制导炮弹 这也就是说该炮弹在未来不仅拥有超远的射程 还具备更强大的制导系统 不过和神剑不同的是 这款炮弹将会采用多模式复合制导系统 具备更强大的制导能力 能够打击陆上和海上移动和静止的高价值目标 它在初航飞行的初中期使用GPS加惯性制导 来维持飞向目标的大致轨迹 等到了进入目标区域后 就会切换成炮弹前段的毫米波雷达或者激光红外成像系统 来实时定位目标 目前多模式制导组件正逐渐成为精确制导弹药的常规选择 除了提供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外 多模式制导还能够使制导武器在恶劣天气和夜晚条件下攻击目标 即便是被敌人干扰或者致盲了一个或者多个制导系统 采用多模式制导的武器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找到目标 当然这款新炮弹也不是没有缺点 它的装药量要比常规炮弹略少 约为6到7公斤 也就代表着它的炮弹威力较差 除非有着更强力的炸药 而为了解决远射程之后精度下降的问题 炮弹使用的多模式制导组件成本较高 并且其压式的控制弹翼会增大雷达截面积 更容易被敌方的反炮兵雷达发现 而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问题 虽然目前并不知道它的价格几何 但是从之前神剑制导炮弹的价格就能看出来 这款新炮弹的价格绝对不会低到哪去 当然即便如此 XM1155炮弹的服役 也将使得火炮这个陆战之王重新焕发色彩 在现代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而除了XM1155炮弹之外 美国波音公司和挪威南墨公司 同时也在开发由冲压发动机助推的 XM1113炮弹 它是由XM1113火箭助推榴弹 和XM654冲压喷气发动机相结合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96公里 除了远程火力支援之外 美军还对其弹药的战斗部感兴趣 希望可以发展莫名战斗部 以扩大榴弹炮的反装甲能力 目前冲压喷气发动机助推炮弹 也将成为美军整个ERCA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而这项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二 则是研发58倍径的自行火炮 毕竟在前几年中 美军的火炮主力一直都是39倍径的M109系列 虽然这款火炮从1963年正式定型以来 已经历经了50多年的洗礼 被证明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自行火炮系统 但是其射程只有30公里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 美军的炮兵都长期面临自家火炮 不给力的尴尬局面 而从海湾战争以后 美军参与的历史战争 空军和海军舰载机 几乎承担了大部分的对地攻击任务 而另一部分打击任务则是交给了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炮 因此在美军的地面作战中 陆军召唤空中火力已经成为固定的作战模式了 遇到麻烦了 直接空中火力走一波 而且美军已经发展出了飞行炮兵这种作战模式 直接由直升机 调运轻型火炮和弹药 机动到目标附近 打完就撤 因此这时的美军其实也并不太需要发展远程火炮 但是美国陆军又怎么一直甘心当三等人呢 于是后来就又尝试开发十字军火炮 这是一款十分优秀的火炮系统 它采用整体式中壁冷却深管 52到56倍口径 最大射速可以达10到12发每分 发射榴弹时射程为40公里 发射增程弹时射程则为50公里 具备24小时全地形全天候的作战能力 并且该火炮还应用了当时最新的 车载式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 具备自动化火控和指挥控制能力 无论是在射程精度弹药补给等各个方面 都比当时装备的M109系列更加优秀 其自带的供弹车 可以自动向自行榴弹炮的弹舱补充弹药 补充一个弹药基数48发 仅需10分钟 堪称革命性的一代自行榴弹炮 不过可惜的是 美军的十字军战士 研发恰好碰到了其作战力量转型时期 使得原本的一些高科技重型武器纷纷下马 而十字军战士火炮在这个时候已经准备量产了 但也同样遭到了国防部和国会的强烈反对 反对理由总结起来就两点 第一 太重 不利于美军全球快速部署 第二 太贵 新车的采购价在2000年的时候呢 就高达了1578万美金 有这钱还不如多买几辆M1坦克呢 因此十字军战士也随之下马了 对于这件事情呢 美国陆军当然是十分痛苦了 无奈之下 只好继续把M109拉出来 继续升级改造 而这一用呢 就是十几年 后来随着美国向大国竞争的战略转变 美军已经意识到 在面对拥有强大空中力量和严密地面防空网和先进防空导弹的对手的时候呢 往日的空中火力支援将不再靠得住 这时候陆军就要担负起更重的作战任务 而自行火炮 即灵活机动与强大火力于一身 能够通过地形隐秘机动 是地面战中不可或缺的装备 可现在用的M109系列的射程却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那陆军就开始着急了呀 毕竟射程这个东西对于火炮而言可是个硬指标 你就算打得再准 人家不在你的射程内也没招啊 曾经在海湾战争时期 美军就担忧过伊拉克的古山大炮这种笨重的火炮 虽然发射速度极慢 但是其射程却能达到43公里 远远超过美军的火炮 虽然事后发现是虚惊一场 但这也让美军感受到了一丝危机感 于是美国就开始了一场针对M109火炮的大升级 也就是后来的M1299自行火炮 在升级之前呢 美军还为其定了一个小目标 将射程踢到100公里 于是在2018年9月中旬 美国国会同意为陆军的武器和弹药技术拨款 其中一项就是研制一款58倍镜的155毫米远程自行火炮 据了解该炮设计的最远射程高达70公里 再加上使用新型冲压发动机炮弹后呢 则可以打出100到150公里 如此远的射程 也意味着M1299在列装后 会使得美国陆军炮兵的火力打击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而咱们上面提到的XM1155炮弹也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现今世界主流的155毫米火炮最大背径为52倍镜 例如德国的PZH2000和瑞典的弓箭手等等 如果换成58倍镜 则代表它的炮管长度要比前者长了近一米 那么多出来的这一米炮管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炮管更长 就意味着炮弹的加速距离更长 能够提升炮口出速 并且对于火炮的射程也大有好处 据了解美军这门新火炮的炮管长度达到了8.99米 能够让炮弹的射程提升到70公里 如果再加上这款自带发动机的炮弹 把射程提升到150公里也没什么问题 当然啊 拉长炮管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很难 毕竟这近9米的炮管除了加工难度直线上升之外呢 随着弹压的提升 炮管的强度也要跟着增加 从图片上我们也能看到 这火炮根部的炮管已经和士兵的腰一样粗了 而炮管长度的增加 火炮本身的重量也会增加很多 而且这样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况且炮弹的装药加大 就代表着原有的自动装弹机也要重新设计 连带火空系统也要跟着更新 因此 M1299自行榴弹炮 其实和原本的M109已经没啥太大关系了 当然这家常炮管有力也有弊 虽然射程提高了 但是机动性就下来了 光是那比车体还长的炮管就代表着该武器 以后无论是陆运还是空运都会更加麻烦 同时火炮的弹压和初速增加 还会影响到火炮的使用寿命 同时增加制造成本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射程远带来的心理安全感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说完了增长炮管的好坏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款火炮的性能 首先为了提高射速 新款火炮还想配备高速自动装弹机 能够实现每分钟最高10发的射速 同时该火炮还采用了 可以在无GPS环境下使用的通信系统 而且该火炮在提升了各种硬实力之后 还采用了一个被人忽视的细节 那就是它取消了炮管抽烟装置 大家都知道 自行火炮在发射炮弹后 钥匙和炮管里面都残留了大量的烟雾 这些烟雾不仅有害炮组人员的健康 也影响后续的操作 如果有发射要残留 那更是制造了一个密闭 但是可以燃烧的环境 十分危险 因此在自行火炮的炮管中段 都会安装一个炮口抽烟装置 来将大部分的烟雾带出 从而避免危险情况 而在M1299炮身上 并没有看到这个装置 这就代表着 它是采用的无人炮塔 这样不仅能避免人员损失 还能增加炮塔内的弹药携带量 如果再给它配上合适的火控系统 那么这款火炮 完全可以发挥出反坦克 和直秒火力支援作用 一炮就能够将一辆T90坦克变回零件状态 即便是德国的鲍2A6这种重型坦克 被正面命中炮塔 怕是也要直接失去战斗力 我想以后M1229的驾驶员也再也不用吐槽 和自己的爷爷开的是同一种自行火炮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对于美军的这款新炮弹 新火炮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